谢谢你观看这个影片 如果你现在觉得你的视野的状况非常的不好 你觉得你看东西很模糊 你觉得很绝望 因为视野的缺损好像没有办法复原 请你一定要观看这个影片 这个影片会告诉你 视野的缺损是有可能再重建的 我是从大一的时候就发现有青光炎的症状 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视野都还是算蛮良好的 然后没有什么缺陷 然后经过了这十年之中 视野就开始不断的一直有变化 就是一直变差 然后后来我在网站上查到说 就是在德国有做这样子一个视野恢复的治疗 所以就是我大概的时候就得到这个疾病 我在想可能大部分青光炎病患 都是一开始从视野从边边开始缺损 然后但是大概在我 我觉得大概是快三十岁的时候 那时候发觉它开始影响到我的生活 就是我在工作啊 我在工作啊 我在工作啊 或是我带小孩子的时候啊 工作的时候特别觉得 比较辛苦 因为大部分工作都是需要用到电脑嘛 所以我的工作也是需要用到电脑 所以觉得很辛苦 那跟人相处的时候 带小孩的时候 我觉得就很不容易的是 我没有办法看一个人的脸 看得很清晰 然后这让我觉得很困扰 所以就是我在台北那边就是看 也是在教学医院就诊 那我那时候情况是说 就是眼压的问题 然后医生就做了很多次手术 然后就还好后来就是这个眼压有稳定 可是但是医生 或者说我在查其他资料 医生都会跟我讲说就是 就青光炎的话呢 最好的情况就是能够控制眼压 眼压如果控制好的话 它就不会再恶化 可是那时候我觉得 我的那个视野已经变得蛮差的了 所以我其实不只是想要 能够控制眼压而已 我是想要让我 至少我在工作的时候 或者说我在带小孩的时候 都相对应的就是 视野能够更恢复 但是在台湾我找不到这种治疗 所以就是蛮有趣 就是我印象中很深 就是说有一天晚上 那时候大概我应该已经是 29岁还是30岁了 那那天晚上呢 我一个人 我一个人然后没有 那家人可能小孩子可能也睡了 我就在想说 我就觉得说我视野真的是很很差 就是看东西看的不清楚 我就想说这个真的是没有其他的办法 就是所有的治疗都是围到在就是 控制眼压 然后降低眼压等等 最多可能就是说吃银杏嘛 然后补充一些维他命 然后等等的 但是所以我觉得我就是那个时候 我就在那个晚上 然后我就上网查 我就用一些可能一些关键字啊 查就是英文的一些关键字 然后怎么样恢复恢复那个视野等等 然后我就找到了 德国就是有这样子一个诊所 在这边 但后来我就后来 我在沙比尔这边就接受治疗 所以大概是这样子一个情况 所以我觉得很特别就是 我那时候在网站上 大家看到说 沙比尔在这边 他做的是为电流刺激啊 但我真的觉得很特别是 那时候我来到沙比尔这个地方 然后他这个地方在 在德国的马德堡 那这边其实是距离柏林有 可能一个半小时的要坐火车 其实这地方是一个很安静的地方 然后我来到这边呢 他们 他们一开始的时候 跟我初次会谈的时候 大概就花了可能半小时到一小时的时间 然后再做 在做就是 在做这个 微电流治疗之前的一个 咨询 然后 我印象很深刻就是 他这些 他们会 他们有心理师 然后来 来 来 来引导你 就是说 我原本以为说 这只是做一个 微电流治疗 但是 但是心理师 他就是会 关心你说 你这个 这个掩压 这个问题 是不是有可能是 是压力上 压力上造成的 还是有其他的 其他的因素 所以 心理师他这个 就是说 让我觉得 很特别 那在 在每次 每次 每次 每次做微电流治疗的时候 我另外一个印象深刻就是 那是 护理师 然后他 他会 量 量血压 他会量血压 Blox pressure 然后他 就是 我会想说 每次治疗治疗 他们都会量血压 然后我那时候才知道说 原来我的血压是 蛮低的 蛮低的 然后 后来就是 就是 就 沙伯教授 他就跟我讲说 就是 其实我这个很典型的那种 清怪的症状 你这个血压太低 就是你这个 循环 循环不良 循环不良 所以呢 他经理我说 就是你要多喝水 每天要补充 一定的水分 然后让你的整个身体的循环 变好等等 那我觉得这个是 这对于我病人来讲说 那以前 以前我的眼科医生 他当然是没有跟我讲这些啊 那所以这个是 这是其中 其中一点 对 嗯 所以 他这个 治疗是 维持两周 总共十次 总共十次的治疗 六日扣除 然后每次的治疗 就我一定有刺激大概是 半小时到一小时吧 不过很久 然后 我记得就是有时候 呃 因为他是在一个蛮 呃 黑暗的一个 房间里面 之心啊 然后 就有时候 我觉得我好几次好像睡 睡着了 睡着了 但是他在 他在治疗的大概期间之后 就会可能做一个视野的检查 然后在全部完成之后 又会再做一个视野的检查 然后 我觉得 我觉得 我其实最后 最后就是在跟Professor Stubble在 在会谈之前 呃 然后 我就明显的感觉到有 有进步 就那时候还没有视野的检查报告出来 我就知道是有进步 那我那个感觉呢 是说 我觉得我 接收到 我觉得我接收到 更多的光线 更多的光线 更多的光 更多的光 进到我的眼睛面来 那其实我相信很多 新冠病患 它 跟我的感触 一定是一样 就是 你会觉得 你会觉得 你的世界 比一般的黑 一定是比一般的黑暗 你可能 你可能视野没有缺这么严重 但是你会觉得整体的 好像那个 光感度都变得很差 然后最后就是 沙博教授 他 他给你看 就是你视野的报告 那我视野确实 大概提升了 左眼大概提升了 八个百分点 虽然我觉得不是很多 但是已经接近一成了 就是 的确就是在 在数据上看来是 是 是 视野是有 有改善 但是我右眼就是改善的 很有限 没有太多的改善 嗯 所以就是说 就是说 报告上看起来 就是有 有这些视野进步 但是对 我觉得 我就对于我自己 日常生活 来讲 我的感受是说 嗯 就是 我觉得那个 整个情绪是 变好了 因为 因为 当我觉得那个 我的眼睛看得比较 不清楚啊 然后 然后前方 就是 蛮多雾忙 雾忙忙的现象 那其实就是 这些心情有时候 难免会沮丧啊 但虽然就是 虽然就是 在报告上面看起来 才进步大概 八个百分点 但是我 我的感觉是说 这个 让我觉得 眼睛更明亮 更多的光线进来 让我的 让我的心情 其实是变好的 那我心情变好 当然 当然工作上面的 焦躁感 跟焦虑感 我觉得都降低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很 很重要的一个 关键 因为身为就是 清冠的病患 其实 我不知道大家想的 是不是跟我一样 就是 就我 我 我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都会 蛮害怕说 哦 嗯 就是 就是我的视野 是不是又变窄了一些 就是 我是也是又 又在 缺损了 但是我做完了 这个 这个 这个治疗 我当然知道说 没有 就是没有再变更差 反而变更好了 做完这个治疗 反而变更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 当然 是一种 提振自己的 信心跟精神 然后 反映在工作上面 或是在跟家人 相组上 都是 所以就是 就当然我觉得 在 沙伯教授 跟他整个团队 在做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 是非常 非常特别的 嗯 那是所有的 我相信所有的眼科医师 可能不止在台湾啊 或是说在其他地区 因为我们 在教学医院 大家就是这么忙碌 可能 嗯 可能就是 一个医生 一天要看 100个病人都有可能 但是在这个地方 他 他 他除了有这个 微定流刺激啊 然后还有就是 心理师 心理师陪谈 然后了解你的生活啊 压力啊 等等各方面的症状 所以我 真心的会觉得说 如果这样子一个 嗯 这样子一个 一个治疗 这样子一个整体的一个 治疗概念 然后如果他能够进到台湾来 能够帮助到台湾更多 类似像我这种 有青光眼 或者说 有其他 有其他这种 低势能状况的 疾病的话 我会觉得 这真的是一件很棒 很很美的事情 毕竟 毕竟不是 每个人都有 都有这样子的一个 经历啊 或者预算啊 能够 能够来到 德国这边 接受这样的治疗 所以 我很希望将来有一天 如果能够的话 这个治疗 在我们台湾 就能够取得